主席 那么我请教我从这个总体经济跟这个政策工具的使用的这两个层面呢 比较专业的来请教一下这个总裁 第一个就是刚刚总裁也特别提到我们的欧债的这个危机啊 基本上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嘛就是喘息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总裁就是我们从金融海啸的危机发生 一直到延续到欧债危机的发生 这两个危机的差异在哪里 据说海啸在说美国它这个subprime引爆的危机 把这个力量传播给全世界 事实上呢美国的这个subprime的危机的影响不会低于欧债 那欧债现在问题就是说它出现在它从欧元成立之后 欧元成立之后欧洲国家的这个credit cost降低了 所以因为欧元成立之后欧洲国家的使用单一的货币 所以北欧的国家就拼命去买欧洲这些欧元机家的债券 让北南欧的国家享受到很便宜的信用 那这些国家就去就说讲不好听的话就非后无度了 政府的财政纪律也不好 所以终于在2009年希腊换了总理之后 把以前的这些希腊这些政府里面的有些缺失把它公布出来 OK就引爆了这些 所以总裁刚刚你提到一句很重要就是说 其实欧债发生以后 我们也发生其实很多欧元地区的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很不好 所以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相信这个总裁一定有随时在追踪这个相关的讯息 那我最近看到这个economist在上个礼拜的一篇文章 特别提到说这个欧债危机的解决到目前为止 好像是一道防火墙 但这个防火墙其实是千疮百孔 他用的词叫做firewall full of holes 换句话说是很多的洞千疮百孔之下的一个防火墙 那么接续他就提到了 如果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欧洲需要他说Europe needs to be border 需要更勇敢一点 需要大胆一点 那在这个大胆的状况之下 他有一个建议是未来所有的相关的国家 应该采取某种形态的所谓的joint liability的概念 那么如果他的报导里面所提到的是正确的话 那么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总裁 这中间是不是告诉我们刚才你所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欧债的问题要解决 根本上可能还要牵制到所谓的fiscal union 是不是 对他刚刚委员也知道美国独立的时候13周 他也是没有财政联盟 也是出了问题 所以因为欧洲他成立同样的利率 同样的汇率 同样的汇率里面又怎么样呢 生产力又参差不起 你看希腊怎么能够跟德国比较同样的汇率 所以这样的话 他假如没有财政的union 没有fiscal union 没有transfer union的时候 希腊一定称不住 是 所以假定说 我想这个欧洲的问题 当然fiscal union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他成立的目的一个很ambitious的目的 就是要成立United States of Europe 是 他假如要完成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德国就应该要付出代价 要完成transfer union 是 跟台湾一样有一个统筹分配款 对 所以总裁的看法其实跟这个economist里面的看法 其实是相近的 不过我想请教 就是回到我们国内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从欧债的危机里面看到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的 这个纪律很重要 对不对 我想总裁可以同意我这个看法 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请教总裁就是 您认为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府的财政状况 它的财政纪律够不够好 包括委员 这个问题 我想最好是由主管机关来回答 是 那我换另外一种方式请教 总裁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租税占GDP的比重 这几年台湾的状况是如何 差不多是12%吧 12% 那总裁应该知不知道台湾最近这五年以来 我们的财政赤字的状况如何 大概我们这个比例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 在全世界比较起来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 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按照刚才总裁提到欧债危机的时候 那么关心所谓的财政的纪律 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总裁更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家说 您也很关心我们台湾政府的财政纪律 包括委员 因为货币政策跟财政策策是息息相关 我身为中央医院的总裁 我当然关心我们财政的健全 是 那我想请教你 长久以来你当任了这样的一个央行总裁的职务 你掌控了我们台湾的主要的货币政策 那但是我们最近这几年的财政的纪律不够好 有没有造成你在运用货币政策时候的任何困扰 当然一个健全的财政 那我对货币政策的operation是有帮助的 是 那有没有造成你因为我们财政赤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而造成您在使用货币政策的考量的时候的一些困扰 当然我是希望有更健全的财政 那么对于总体经济的健全是有帮助的 所以总裁您对于我们未来的财政的这样一个状况的改善 其实您的这个态度跟立场其实是应该是很鼓励的 对不对 是我也看到政府要成立财政政策小指 那我想也许可以产生一些大家所期望的结果 好谢谢总裁 那接下来我就请教您 刚才在您的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说 央行为了这个前一阵子我们房价的飙涨的情况 采用了一些这个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里面有一项很重要叫做选择性的信用管制 那么照您刚才的这样一个说明 那个所谓的选择性的地区主要是在台北市的某些地区 是台北市卫区 是所以因此给他一些特别的在所谓的这个贷款放款当中的 陈述的一些控制 而且在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说 好像看起来现在呢 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控制的状况还不错 慢慢的房价也受到了一些这个抑制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那我这边就要请教一下这个总裁的 就是这样一个选择性信用的这个管制措施 央行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困扰 有没有说在判断到底哪一个地区的房价 我需要锁定它来做这样的一个管制 有没有引起一些困扰在判断上 所以中央行才选择性的这个台北都会区啊 我们有一个标准